在這個postcode 是top ten 最近那個是Bearstang Academy 這個property走過去Bearstang Academy 我想五至十分鐘 頂籠十分鐘 五至十分鐘 去年是排第二 全蘇格蘭排第二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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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John 今天在這個video 我介紹一下這個property 是Arbisford Road 是一個area叫Bearstang 如果你們留意postcode的人 這個是G61 OK 這個G61有些人說 我有聽過這個postcode 特別你們 是對Glasgow 那些學校 那些爸爸媽媽 是特別對這個G61 是很有敏感的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這個area 有三間 是top ten的學校 不只是在Glasgow 是整個蘇格蘭 因為我們蘇格蘭 有個考試 叫做hires OK 這個系列 是考進去大學的 如果你成績很好 你可以 好像香港的會考 就進大學的 那有些人 就再選擇多 讀多一年的 OK 那這個hires 是整個蘇格蘭 OK 你入哪個大學 都是考這件事的 那這個council G61 是Eastern Bartonshire council 就有三間學校 在這個postcode 是top ten的 OK 最近那個是Bearstein Academy 這個property 走過去Bearstein Academy 我想五至十分鐘 OK 頂籠十分鐘 OK 五至十分鐘 去年是排第二的 OK 整個蘇格蘭排第二 其實這個property 我也很surprise 拿回來 其實我們出租了 我要想回 很久了 有五至六年 這個是第三次換租客 OK 我住的租客 剛剛離開 我打算她不會離開 因為她的小女兒 是讀Bearstein Academy 她兩夫妻 有個小女兒十幾歲 至少讀大學 或者什麼 才有機會離開 因為這個區 是很少 property出租 我整條街 或者整個area 在這裡 我的範圍會五分鐘 可能 有單位租 一個手可能數得到 所以這個是很少on the market OK Anyway 我現在拍這個video 我一會兒給大家一個walkthrough 這個屋 就是一些排屋的style 排屋的style 很少 這個area都很少 因為很多屋 要不就是semi 要不就是detached 的 OK 在這個area 因為這間屋 以前都是ex council 這個區都是ex council 的 我一會兒會show給大家看 OK Anyway 我現在在廚房這裡 我這個廚房是很大 現在的室屋是沒有那麼大的 OK 其實我後面那個位置 都可以整張桌子一家人可以吃東西 OK 如果你看外面 我們這些排屋有花園的 OK 它有條後路 我不說在哪裏 總之在那裏倒垃圾 要開個閘去倒垃圾 OK 它後面那個花園是easy maintenance 我或者帶你來看 這個廚房都差不多有100呎 OK 因為Joyce站在那個位置 還可以放東西 OK 我們的雪櫃 租客通常放在這裏 OK 其實廚房真的很大 這個廚房 這個廚房有 有沒有十年左右 我老婆 頭頭尾尾應該差不多 是keep得很好 因為這裏租的租客 這間屋如果在市場買 可能160K 160至180 那租金我們是剛剛租了 給一個香港人 relocate過來BNO 他可能自己都未知道是得了保的 因為這些property 是很難很難在這個市場出現的 還有要這麼affordable 超過1000磅 超過1000磅少少 那Joyce你說160K 180K才租到1000磅 都說是一個好租金 你不可以這樣計 這類人的property 租客的質素會好些 這個廚房是十年的 你信不信 我們新的樣子 十年的廚房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兩個住客 租了五六年 兩個都住了兩三年 他們很鏡石的 因為租客的質素 因為這些地方的property少 是我們選租客 不是租客選我們 所以這種 不只是收回報 好像很低 我當170K買回來 你才租到1000磅 好像很低 但運動費可能少些 還有這些 屋子的升值能力 會高些 OK 或者這樣 我先做個walkthrough 和大家 這個walkthrough 這個廳 四四方方 通常電視會放在這裡 OK 前面的花園 我給大家看一看 OK 它的前門 然後 其實它的閘還可以泊車 OK 還可以泊車 這個是人走進來 那個閘開了它 可以泊進來前面 這家屋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有一個cloat room cloat room 鞋櫃 然後 其實這個property拿回來 都沒有做過裝修 基本上 少少清潔 我們就走得了 又有 又有 有少少touch up 太太浪 因為那個人都住了三年 地毯換了 地毯換了 這些地毯是wear and tear 整體的租客 是沒有搞過任何事情 整體的租客 是沒有搞過任何事情 OK 我們的bathroom 這些layout 是這樣的 bathroom或者你下去看 我不說 OK bath就在那裡 好 兩個房間都很四四方方 一個望後面 天氣黑了 今天沒什麼 後面都是一些排屋 OK 後面都是排屋 那些以前都是政府的排屋 跟著這個房間 我想有100呎 連著那個櫃 我不說了 建設的櫃 跟著 這裏 是相似的尺寸 這個就看前面 又是建設的衣櫃 這個bathroom就是這裏 這個bathroom都很新的 三年左右 我們以前的bathroom換了 現在這個bathroom是三年的 還有under warranty 跟著還有一個loft 這個loft都還可以放東西的 OK 這個video還有一個storage OK 還有一個storage 大家看不看到這些房子 其實家庭是很適合的 這些就會租給長住的人 OK 我也不怕那個租客走了很快 我想between他走 和找到租客 我們是兩個禮拜左右 兩三個禮拜 就找到租客了 你不要 如果香港人不要 其實我們是沒有放出去 general market那裏 因為我太太Joyce 知道有另一個租客的介紹 我們現在就給了她 無論如何我講這麼多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Glasgow物業投資 我叫阿John 我email是john.johnman.net 如果你想了解 property 特別在Glasgow投資 你可以email我 OK 那我和我太太的公司 就基於Glasgow的 現在都自己本人都投資了 由2011年開始投資 那麼我們就五年前到 是幫了第一個香港人 是做物業投資 做到現在呢 我們有under management 140間 property 那麼現在呢 都是繼續這樣幫香港人 做物業投資一條龍的服務 就是由幫你找到個 property 又是我的team去做裝修 跟著我的team和你出租的 OK 就是這樣 下一個video先跟大家聊 謝謝